昨晚進行的共和黨初選辯論 再次引發話題 參選人之間的彼此嘲諷與人聲攻擊 成為了此次辯論的主軸 而真正的政見表達 則變得無阻情重 這似乎已經不是人們印象中的 初選選戰應該像的樣子了 而根據最新的消息 在初選中排名最後 且放棄參加昨晚辯論的卡森 在今天已宣布推選 凱西克竭盡全力 讓辯論回到正規 然而這毫無作用 在昨晚的共和黨總統初選辯論中 川普與其他參選人的口水戰 再度成為焦點 甚至川普的手掌大小 都成為了話題 更令人吃驚的是 川普在言談中 甚至戴上了與性功能相關的隱喻 你提醒了我的手 如果他們是小的 其他東西也必須小的 我保證你沒有問題 我保證你 在這年來的章章 川普總統 基本上有個人的攻擊 這個小小子 有這麼多疑惑 我的記錄 我們來吧 這個個人的 他有這麼多疑惑 我可以幫助他 我的記錄 你再看見 當你挑戰他的政策問題 你問他財政策問題 他第一件事 是發射一個小小子的事 小馬克 而目前排名第二的 克魯茲當然不會成為抗客 川普變化無常的政治立場 也被其他人參選人拿出來說事 他則反追相機 我有很強的信心 我有很強的信心 但我沒有看到 一個成功的人 沒有積極的 而這段言論 又引發了一段 令人啼銷截飛的爭論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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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做 當他們跟瘋狀截 我可以回答一個問題嗎 我真的希望 我們在這個地方不見瘋狀截 他很穩定 所以你永遠都知道 此次辯論的另一個話題 則是來自於川普 與辯論主持人凱莉 在去年8月 川普曾抨擊凱莉 主持不公 這是從那之後 兩人的首次見面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你看得很棒 唯一一位在辯論中 仍會闡述自己政見的參選人 來自於排名落後的凱西克 在這個競爭 我曾經談到的問題 我從來沒有嘗試 進入這些 這種的主持人 我們在這場上的表演 而在此次辯論的最後 當參選人被問到 川普一旦獲得提名 其他參選人 是否會支持他時 每個人的回答 都顯得無謂雜陳 是的 因為我會說我會 我會支持 誰是為首席的選項 我會支持 川普的選項 川普 是嗎 我會支持 川普的選項 面對共和黨的 此次電視辯論 目前在民主黨初選中 領先的參選人希拉蕊 在社交媒體上 發出了一條有趣的圖片 畫面上方是 吵得不可開交的 共和黨參選人們 而下方則是面無表情 且稍顯無奈的希拉蕊 而這條訊息 引發了民眾的興趣 並成為了當晚 被轉發的最多的 與辯論有關的訊息 而在明天 堪薩斯 路易斯安娜 與內布拉斯加三州 將舉行民主黨總統初選 而共和黨則將在堪薩斯 肯塔基 路易斯安娜 與緬因州 進行總統初選 川普在今天宣布 放棄參加本週末的 保守政治行動會議 而其他共和黨選人 則都將在此次會議上發言